重新开园的空军三重一村 除了可以让人体验早期眷村风情之外 其实园区内有不少的驻村创意家 齐中正推出展览的蛇心亭老师 他就努力将作品和在地做一个结合 平日就待在空军三重一村的19号工作室创作 长期关注环境变迁以及社会议题的艺术工作者蛇心亭 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作品也努力和在地结合 大家也靠近旁边的淡水河 那因为那边有很多生态 还有很多就是绿色的植物 那刚好我创作的一些素材 这边也都有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不然就来试试看 那因为我没有待过就是这种眷村的空间 那也想要试试看说在这里 可不可以跟社区跟一般的民众 然后来做一个互动 然后介绍大家有关于就是艺术的创作 以及就是一些植物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位在三重一村19号的工作室 除了是蛇老师平时的创作天地 有时候也会开放给大小朋友体验 让参观民众除了可以欣赏建筑 又有不同的活动可以参加 我都不会参与走一走看一看而已 觉得对孙儿有什么好处 好处我孙儿来这里玩很好处 还有可以结试一些小朋友 搬家加酒是他最喜欢的 我喜欢看那些厨房的东西 我们年纪的时候 倒门啦 还有一台空名车 那很复古 下次有机会来到空军三重一村 不妨进到19号工作室 除了可以看到蛇老师 结合不同没猜的创作品之外 说不定还有机会参与蛇老师规划的体验课程 记者沈族林景瑜三重采访报道